你是在公司不是趾高气扬的吗 你不是说没有谁可以把你打败吗 怎么现在遇到一点点事情 就变成缩头乌龟了呢 高先生 听见我说话没有 你干嘛 以前我狼狈不堪离开公司的时候 你是怎么劝我的 怎么到你自己头上 你就一点都不记得了呢 都起来 起来 你到底要干嘛呀 你以为你躺在这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你以为躺在这外面那些人就不会议论你吗 你自己都不敢面对的话 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的 现在连我最信任的人都不相信我了 我还有什么需要面对的 你回去吧 我不需要你帮忙 我才不是要帮你 给我起来 你干嘛呀 起来 快快快 赶紧的 你到底要干嘛 你先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不是说要打败我吗 就你这个样子怎么打败我呀 高下 你听我说 你现在跟我去个地方 只要你跟我去 以后你是死是活我都不会管你了 走走走走 静静 你这是带她去哪儿啊 阿姨 你放心吧 我一会儿就把她好好地带回来 那好 那你们俩早去早回 走 把心雅交给晴晴能醒吗 你放心吧 夏晴有分寸的不会胡来的 你就记着 以后孩子们的事 就交给他们自己处理 别老跟着瞎操心 高兴雅 你还记得这儿吗 这个舞台 你带我来这儿 让我回忆过去啊 我是要让你好好想想过去的自己 你好好清醒一下 高兴雅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 但又最佩服你哪一点吗 就是你打不死摔不碎的样子 好像你从来都不知道害怕是什么 也从来都不会向任何人低头认输 可是现在呢 一个逃亲而已 就把你彻彻底底地打败了吗 你不是我 你不会明白那种感受的 再说 书莹也是我自己的事 你最好不要管了 我必须要管 当初在这个舞台上 跟我争强斗燕的高兴雅呢 那个脱胎换骨牙 把我比下去的高兴雅呢 还有那个给洛伊巴掌说 要包扶一辈子 高兴雅死哪儿去了 现在你这算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算 你只是一个会躲在家里 哭什么也做不了的笨蛋 傻瓜 你就是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懦夫 我知道你说这些话是想的刺激我 你是为了我 可是 可是我现在真的回不到过去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 他们都认为我是小三 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 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 那这都不是事实 你解释给他们听吗 我现在解释还有用吗 现在就连钟嘉诚都不相信我的解释 我还给谁去解释 放弃吧 真的 放弃吧 不要再管我了 高新衙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准你这么做敬你自己 我再说一次 关泽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 发布会的事情也不是你的错 你要再敢这么说你自己的话 你不要怪我不客气 对 就是这个眼神 怎么了 不服气什么 不服气就让你的行动证明给我看 不要再让我瞧不起你 看别你 把你踩在脚下了 高新衙 现在已经是你人生的最低谷了 不能再低了 你要注定反弹 你到底做好准备了没有 你到底想定了没有 让我们想希望多重啊 多少迟早在心中 多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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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唱 你唱了 太晚听了 太晚听了 你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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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就做个爱情的宝贝 累了要你背 你学我朝遮嘴 故意跑开要我追 做个爱情的宝贝 做梦都回美 小幸福很完美 原来甜蜜也加倍 你开心 小幸福 一会儿 帮我联系咱们策划部所有同事 你要告别吗 不 是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吃吧 吃吧 吃吧 吃吃吃吃吃吃吃 喂 欣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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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出门了 嗯 妈 嗯 你看我这一身可以吗 看到你重新振作起来 妈也就放心了 看来夏晴 劝你还挺有效果的 她跟你说了什么 啊 没说什么 只是 带我回了一趟学校 然后打了我一巴掌 打了你一巴掌 放心吧 妈 您的女儿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啊 行 好 马上回来住啊 放心吧 我会和夏晴一起回来的 我会和夏晴一起回来的